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克兰部队击落了几架乌克兰无人机 并拦截了美国制造的高机动性火炮火箭系统和反辐射导弹的一些火箭发射器 同一天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 其部队击退了俄罗斯在库皮扬斯克和其他地区的进攻 并补充说 它对俄罗斯阵地进行了一些空袭 此外 乌克兰总参谋部说 乌克兰击落了几架俄罗斯无人机 并拦截了巡航导弹 同样在周三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乌克兰部队炮击了恩内哥达尔市 该市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 俄方称 该厂5号动力单元的一根管道被乌克兰大口径炮弹炸坏 而该机组向恩内哥达尔市供电的电源线也被乌克兰炮弹击中 俄罗斯表示 乌克兰的炮兵部队在击中电厂后被压制 而电厂周围的辐射水平仍然正常 同一天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指责俄罗斯袭击了该核电站 导致6号发电机组受损 并切断了其电力供应 断电导致安全系统的两台柴油发电机紧急启动 以确保燃料冷却泵的运行 企机发生后约一小时 工厂的工作人员设法恢复了6号机组的电力 而6号机组的燃油发电机则被关闭并进入待机状态 自3月初以来 该工厂一直被俄罗斯军队控制 但其乌克兰工作人员继续操作该工厂 俄罗斯和乌克兰多次指责对方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全球新冠肺炎病例数超过了6.098亿 相关死亡人数超过650万 具体而言 全球病例数为6109848852例 包括650702例死亡病例 美国在新冠肺炎的感染和死亡人数方面均居世界首位 截至周三东部下令时间1点22分 该国共报告了95776398例新冠肺炎病例和1054271例死亡病例 疾病专家预测 在可预见的未来 冠状病毒仍将是美国十大死亡原因之一 根据周一发表的报告 在美国总统乔拜登周日接受采访时说 新冠疫情已经结束后 许多人不禁要问 如何将他的评论与该国仍在为平均每天500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而苦恼的事实相协调 根据印度联邦卫生部周三公布的数据 印度周三的新冠肺炎每日病例数增加到4510例 周三报告的病例与周二每日4043例的病例数相比有所增加 随着新病例的报告 印度的新冠肺炎总病例数为4454万7599例 而活跃病例数目前为46216例 在过去24小时内 印度还记录了33例相关的死亡病例 使自该大流行病开始以来的总死亡人数达到528403人 巴西卫生部周二晚间说 在过去24小时内 巴西报告了8648个新的新冠肺炎病例和90个新的死亡病例 累计起来 巴西共报告了3460万0675例冠状病毒病例和68万5518例死亡病例 尽管德国的新冠肺炎病例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但当地周六举行了最大的民间啤酒节 这一节日之前因为新冠疫情而暂停了两年 预计将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游客 并提供特制的啤酒和丰盛的特色食品 如炸香肠和猪肘 德国周二报告了60237例新的新冠肺炎病例和146例死亡病例 使病例和死亡人数累计达到32740593例和149079例 日本周二报告了31747例新的新冠肺炎病例和27例死亡病例 据日本公共广播公司报道 该国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累计达到20781057例和43973例 菲律宾周二报告了1600例新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使这个东南亚国家的确诊病例总数达到了3925326例 菲律宾卫生部表示活动病例数降至27257例 而33名患者死于新冠肺炎病发症 使死亡人数达到62587人 拥有1300多万人口的首都大马尼拉地区记录了743个新病例 马来西亚周二报告了1667例新的新冠肺炎感染者 使全国总数达到了4821864人 另有7例死亡报告将死亡人数推至36324人 中国的天文一号火星任务团队日前在巴黎获得了国际航天最高奖项 世界航天奖 以表彰其在激励和领导进一步探索火星方面的重大作用 在第73届国际宇航大会上 国际宇航联合会赞扬了该任务团队推动了深空探测技术的发展 国际宇航联合会的世界太空奖是该联合会最负盛名的奖项 它颁发给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医学空间法律或空间管理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 这是继两年前嫦娥四号任务团队获得该奖之后 中国团队第二次获得这个奖项 中国的问天一号任务于2020年7月23号发射 使中国能够绕行登陆和探索火星 这是第一次在一次任务中实现这三项任务 2021年5月22号探测器离开其着陆平台 开始探索火星表面 天文一号轨道器现在在轨道上使用远程传感器 收集火星及其大气层的科学数据 探测器目前被切换到休眠模式 预计将在今年12月复苏 中国国家航天局表示 截至目前天文一号轨道器 已经正常运行了780多天 探测器漫游车在火星表面行驶了1921米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